大家好,我是莊吴斌,出生于前耀博 属于第三代华人 大概在2004年开始写有关摄影的一些栏目 在大概2006年过后就比较重点的书写东南亚的摄影 那我一般的工作呢,基本上可以分为策展 有时候我也办一些工作坊 然后也做一些讲座 然后也做一些教学的一些工作 我的摄影作品跟我做的 就是策展跟我在做的摄影 其实有一部分是有关联 我是一个,因为我一开始是从新闻系毕业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底子是新闻摄影 慢慢逐渐的就没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一些问题 包括一些道德啊,还有一些运作啊 和一些商业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最终选择做即时摄影 然后我也选择不要从我的摄影这块赚钱 让它回到就是比较业余的 之前我也是像大家那些比较年轻的摄影师一样 刚刚开始的时候,不清楚要做什么 所以什么东西都做 而你懂,新闻摄影其实一般上都是一些灾难性 或者是一些重建啊,或者是一些人权的问题 2006年年底我就开始决定 离开这样子的一种工作模式 让摄影回到一个比较单纯的 不是挣钱的一种媒介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比较重点的在做一些有关东南亚华人的一些作品 第一本跟第二本画册是有关东南亚的唐人杰的 第一本呢是新加坡的华语官出的 那第二本呢是印尼的一些支持文化活动的一些朋友 他们出的一本比较小本的印尼的画册 第二本是印尼文的 第一本是英文 然后第三本呢是有关印尼华人回教图的一本画册 那个是印尼文的 那个是在加坡出版的 我现在手头上在做的有好几个不同的新的一些作品 那其中一个是暂定的题目呢 就是暂定为小城故事 就是有关东南亚乡镇的华人的一些影像 接着去东南亚的一些比较小的地方拍照 然后做一些简短的记录 江下也有很多东南亚的华人 2012年吧 我们在加坡已经办过一个柬埔寨当代摄影展 那个时候是在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就是当代艺术中心吧 那我们已经办了一个就是七个摄影师的展 但是那个时候是我们没有出那个画车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请了七个摄影师 我自己把它分为三个时段 或者是三个时代的摄影师 但是我们严格来讲 他们其实就是在90年代过后 所以我的讲座里面 我也会提到这个三段 就是90年代过后 为什么说90年代过后呢 如果你了解柬埔寨历史 你知道它在80的时候 是被越南解放 红色高明推到了柬埔寨的西边 所谓的回到了 回复了正常的生活的一种状态 到了89年 越南才开始军事撤军 90年代过后 它开始才有所谓的 各个层面上开始开放 包括经商 包括媒体 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国外的和当地的一些新闻 或者是杂志社 或者是一些新闻社 他们想要报导柬埔寨重建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一开始定调 就是我在写的文章的时候 重点还是放在80年代过后的 东南亚的一些摄影的一些状况 但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这个也有一定的问题 如何定调东南亚当代摄影 什么是当代东南亚摄影 什么是艺术类 什么是基石类 我们其实很大的程度是受了 50年代 60年代 那个时代的影响 而且非常的深 19世纪末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些所谓的 菲律宾的摄影师了 但是基本上来说是 30年代 1930年代过后 我们就非常 可以非常轻易 或者是非常容易的 点到一些东南亚的 所谓的东南亚的摄影师 很多一开始的先驱摄影师 他其实也是移民 他也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 可能是从国内 或者是从印度 或者是从其他地方 甚至是从欧美过来 也有日本的 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华人 而且是从广州来的 都是广东人 50年代 60年代 在马来亚呢 最夯的或者是最火的 是沙龙摄影 但是当年的沙龙摄影 跟现在的沙龙摄影 是不一样的 因为当年的沙龙摄影呢 这些所谓的沙龙摄影师 他们有些人也是有相关 有些人也是搞新闻的 他们既搞新闻 又有相关 又是沙龙摄影师 所以他们的身份 是非常复杂的 到了70年代 因为后来越南 越战后期 柬埔寨陷入红色高明 他当然是不可能有 所谓的艺术摄影 他那个时候 所有的摄影 都是为了新闻 为了一些政治的因素而做的 但是70年代 在菲律宾 或者是在泰国 或者是在马来亚 已经有开始出现了 所谓的概念性摄影 尤其是在菲律宾 尤其是在马来亚 马来西亚 所以很显然的 整个东南亚 它虽然说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比较小的区域 但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文化的因素 所以它造成那个摄影的发展是 有一定的影响 也造成了各个区域的一种 差异性 在2012年在新加坡做展的时候 我们做了两位最资深的 第一代的摄影师 这次在南昌江 我们带了其中一个过来 那广刷呢 那个吴歌库的那个 总策展人 他也带了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两个比较 就第一代的 他们就是在9394年过后 开始做摄影 做新闻摄影 到现在呢 他们还是以新闻摄影 为他们的主要的谋生工具 然后到了2005年 或者是应该更年 更仔细的来讲 应该是在大概2002 2003年的时候 开始有另外一代的摄影师 开始出现 他们比较幸运 他们能够去正统的一些工作坊上课 但是这一代的人呢 基本上现在已经放弃摄影了 有一部分的 他现在是在 他做商业摄影 但是他已经基本上 不愿意做 即时或者是做一些 艺术性的 艺术类的摄影 所以第二代呢 现在留下来的就是 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柬埔寨摄影师 他的名字叫 他就是整个柬埔寨摄影 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 就是对他的摄影呢 提出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的 然后不是把摄影呢 当成完全是新闻的一种工作模式 想到的所谓的计时啊 或者一些方式去 运作他的摄影的一个工作 其中也把他的摄影的作业呢 跟存在主义 接商关系 所以他是一个第一个 比较对他的摄影 比较有想法的 一个年轻的摄影师 所以这次呢 我们也把他 带到了西窗巴纳 到了2007年 2008年过后 又有另外一代 我把他们分为 另外一代的摄影师 这些人出来的原因呢 有很多 第一呢 在柬埔寨 就有更多 学习摄影的机会 更多的工作坊 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觉得数码对年轻一代的 年轻一代的柬埔寨摄影师 帮助非常大 除其是中南半岛 因为中南半岛 其实他好像缅甸或者是柬埔寨 或者是越南 他很长的时间 他的新闻讯息 或者是对外的讯息 是受控的 那这次我们带来了 蓝参加我们带来了三个 三位年轻的 比较年轻的摄影师 我们这次的题目呢 叫做疗伤的药 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五组作品里面呢 就这五位摄影师呢 他利用摄影这个媒介呢 把他运作在一种 所谓疗伤的一种过程 但是这个疗伤呢 有一部分是个人的 对内的疗伤 有一些呢 是一个国家的 一个社区的一种 疗伤的一种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概念 2013年其实是柬埔寨 在当代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年 就是在2013年 在2013年年头 他们在柏林办了一个非常大的展 带来的五个摄影师当中 四个就参与了这个 这个在柏林的展览 然后紧接着柏林的展览 他们又在美国纽约 做了一个更大的 不只是视觉艺术 包括传统艺术 包括芭蕾 包括所有柬埔寨的艺术类 那我们这次来的 我们这次请的这四个 其中四个摄影师 他们在美国 在纽约待了十个星期 在美国待了十个星期 做了一些交流的活动 所以2013年其实是 柬埔寨当代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而且柏林那边呢 也为他们出了一个第一本记录 柬埔寨当代艺术的一个文本 基本上我是没有参与那个文本 不过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都参与了那个工作 柬埔寨的摄影师还是一个比较小的群体 可能你对国际当代艺术的那个圈子 如果你了解他们如何运作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国外的一些双连展也好 摄影节也好 他们其实都一直想要挖掘新的 因为大家都想要挖掘所谓的发掘新的 东南亚其实就是最后一个区块 那在东南亚这个区块里面呢 其实就是缅甸跟柬埔寨